现代人经常被各种各样的问题所困扰,尤其是胃病的问题,在社会上真的是随处可见,很多朋友年纪轻轻的,也患上了胃病,大家都知道胃病是需要养的,但是很多朋友感觉自己已经很注意了,但是胃病还是反反复复的发作,胃病总是不好,是怎么回事? 一,反复发作,胃炎中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的时候症状剧烈,胃膜急性红肿,发炎,出血,经过后恢复很好,一般不会再发作,一种是发作不严重,但是反反复复总犯病,这种是需要额外注意的,因为胃膜是一种可栽生组织,胃炎的恶化实质是胃膜上皮反复受损下, 形生的黏膜细胞受到刺激,发生不断改建,最终导致不可逆的腺体萎缩,发展到胃食密骚功能已经丧失殆尽了 二,情绪更伤外,我们也一再反复强调,胃病是吃出来的病,只要好好饮食也可以慢慢康复,因为人吃五股杂粮,就免不了有伤到胃黏膜,也是带给胃部的伤害通过胃部自身的抵抗力和自愈力是可以抵抗这种轻度损, 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不良情绪导致的胃炎,占患者总数的70%,特别是精神压力,对于胃黏膜的碎伤更为吃久和后果严重的,会直接影响微肤神经运动,造成胃液分泌失衡,熟动缓慢,进而损伤了黏膜 三,症状心不重视,由于慢性胃炎变成较久,平时的症状心重,与胃黏膜的受损程度不成正比,有些已经出现胃黏膜萎缩,肠化,增生等癌前病变,得也只是感到伤肤隐痛,没有胃口,胀气反酸等,甚至没有任何不适,正是在这种轻微症状的掩盖下, 很多人不重视对胃炎的控制和 四,保持菌菌平衡,胃炎和肠炎等相化到问题的发生跟体内的菌菌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菌菌失衡,因害菌战上风时,各种病毒细菌就会成乱侵入,导致慢性炎症的发生 胃病反反复复,老不好是怎么回事,胃病反复的秘密,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保养胃病虽然也是 饮食方面很重要,而且饮食习惯容易改变,每个人的精神压力却很难摆脱,这也是为严反反复复的重要因素,想要养好胃,也要先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保持了观开朗的精神状态,自我解压,可能是为病康复的一次机会,现代人的生活忙碌而充实,但是常常忘了对自己身体的照顾,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那么你的生活也将会变得一团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腾出一些时间,给身体做一些养生,这样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